疫情爆发以来 世界卫生组织对于他的命名 引发了不小的争论 一届出身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中午在市议会备巡时 同样躲不过这个问题 国民党市议员直接问起 关于疫名的名称 柯市长回答说 按照国际的标准 现在要称作是新冠肺炎 不要再故意讲别的名称了 但此话一出 连网红馆长陈志涵都跳出来说话 认为身为台湾人不认同这个讲法 呼吁柯文哲应该改口 台北市议会咨询疫情名称 也被拿来当题目 这一波席卷全球的疾病 你是称新冠肺炎还是武汉肺炎 如果现在的话要叫新冠肺炎 因为这是WHO的标准名称 市议员罗志强甚至还为柯文哲鼓掌喝彩 疾病要叫新冠肺炎 你有没有舔购 不是啊这个就照国际的标准 这个叫standard 就是如果是WHO这样规定 我们就这样用 就不要故意去 不用不用故意去 不用故意去讲什么叫武汉会 你就照WHO的标准就好了 我一让给柯市长一个大大的鼓掌 世界卫生组织 日前替这次的新冠病毒 引发的疾病命名 避开疫情的发生地 但市长柯文哲的这番表态 不止许多网友有意见 就连馆长陈之翰都来用力吐槽 虽然我跟你是好朋友 但是你这番的言论我真的没办法口同 台湾人的尊严是不影响你当市长的 那我今天觉得对你而言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 我觉得真的很失望 如果我今天还赞同你 那我陈之翰就是个混 不同称呼引起各方论战 记者宜亭萧瑞生台北总统